走音節 嘩 剛剛說起美食 是 聽到也流口水啊 所以厲害了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旅遊達人 Thomas 在這裡 那Thomas 有些什麼厲害的地方 你說一下自己 我到處都有去吃過 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要說一說你最近從哪裡回來 最近做過什麼狀態 大家就容易理解一下 嘩 怎麼這樣 善哥有妒忌 我剛剛做《80日環遊世界》回來 很厲害了 不是電影 真是環遊世界 又不是看書 《80日》是否足足出門 80天 又走了 最主要在地球上 真的走了一圈 其實計算應該是80日 第一 因為我們在上海出發 在香港住了一天 怕飛機無法聯繫 你不是香港人嗎 我香港人 很奇怪 香港住了一天 但那個旅程是… 我明白 我們一路飛 我們頭站先飛到大洋洲 即是澳洲那一部分 接著再飛到南美洲 現在很厲害 南美洲 剛剛是世界盃 藍美洲 借藍美洲我們去了南極 我去了南極 對 南極回來就把整個南美洲玩光了 即是說巴西 即是阿根廷那邊殺死他 阿根廷 秘魯 回到說得出的這晚會了 這個時候我們有個嘉賓已經在我們旁邊了 他就是李嘉昇 星哥 歡迎你 歡迎 歡迎 同一時間 現在呢 阿子欣都做了一些食物回來了 是的 在我們面前有碟南極 有兩碟雞翼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碟南極的那個 其實就很簡單地 炒洋蔥 青椒 黃椒 炒粒粒 接著就用茄醬和香草鹽拌一拌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歡吃辣可以加少許辣椒汁也可以 這些就叫做看球 看球很簡單 是的 可能開球前十分鐘 你弄都可以 那我就把原味的辣椒 就放一些芝士沙在上面 這些是看球的人 那個老婆或者女朋友弄的 看球的人可能覺得 這樣已經太多東西了 開放在旋邊算了吧 其實呢 我有些事情要告辭 我有些對不起星哥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呢 阿子欣就說做這些食物 是 送這些食物找什麼酒好 你知道我每個星期都會找些酒來的 沒錯 我就說不如喝啤酒吧 你會送些阿草雞翼的那些 那就送啤酒了 今天就拿啤酒過來 誰知星哥呢 你來這裡 不聲不聲 不聲不聲 自己帶了酒過來跟我喝 厲害 這瓶就是法國八大酒莊之一的Shuffle Blanc 是嗎 拿錯了 拿錯也沒辦法了 開了一點 所以 家裡最粗的這瓶了 有些比較幼的 有些甜酒的 所以我們 我們的組員都說不要問人 謝謝李家昔 對啦 人又到 酒又到 分兩分 然後呢 他又喜歡喝酒 我讀了酒很久 我便開始導他喝酒 一邊慢慢 經加蕩 對啦 由幾百元到千多元 到二千多元 三千多元 四千多元 對呀 這個人又被我導了 然後慢慢開始 我和他買酒 一起賣酒 賣酒又賣酒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你一瓶一瓶酒 覺得很離譜 自己不是聰明的 普通是一個小小演員 但是 給他帶了之後 我衝破了一件事 就是看到一個價值觀 原來 一百元一瓶酒 一千多元 又是酒 一萬元又是酒 但原來一個世界裡 當你喝過一萬元酒的時候 很多事都不會跟別人計價 簡單了很多 不會很小失 就是欠了一萬元幾好 十元八元 你幹嘛跟別人爭辯 你自己喝也這樣喝 不如簡單一點 有機會 就是特地今天帶著酒來 分享 自己喝沒有意思 但我知道你中間 星哥你經歷過一個大病 那個不是病 那個是甚麼 那個叫做先天的 那叫做K型血管 K型血管 就是靜脈動脈搭著 那試完就去到有一次 那時候還在外面拍電視電影那些東西 突然間拍完了 收工了 突然間 去那些卡拉OK的房間 突然間有人跟我說 我幫你簽個名 我問 嗯 你知不知道怎樣簽 是不是喝了酒呢 我忘記了怎樣簽 好可憐 那就不以為意 放動自己真的 喝了多了 第二 開始晚上 已經發燒了 走進醫院 接著那些醫生 那些那些 見習仔多 是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現在我找大醫生來 你就要多付幾個錢 嘩 多付幾個錢 明天才 哈哈哈哈 那你知幾個 通常我們小孩子一定覺得 你今天呢 隔幾個小時 就是翌日 便宜一點 那當然是等一等便宜一點 大哥 死也不是欠了一刻的 就是小孩子一定會這樣想 然後覺得有些不同 然後就走回去 又不覺得有意義 另外一間醫院 另外一間醫院 因為我第一次先去了那裡 那他就說 可能精神緊張 吃一些Panacol 吃一些什麼頭痛癌 什麼什麼吃都不好吃了 然後去了跑馬地的那間 然後又去那間 第二次去他就覺得有問題了 然後馬上去查查查查查 然後朱尾祖那時已經說說 不是一定要做 但是不做 日後大家不知道 你變成了什麼 其實就是迫我要做 那就做了 那我就做了 做的過程裏面 做完之後就醒了 好像沒什麼 但是當然被人 揭開過頭髮 什麼什麼 我只記得 我在醫院 走到那些平台 公園位 我 我做了一件事就叫做 不知道現在的筋如何 但是這樣我已經不行了 就是試一下第高的膝蓋 就是這樣 我人生就是這樣玩完 因為我百見的 我喜歡動的 就是我現在可以這樣 你叫我這樣 你明白嗎 在我小時候不行 我一定要去克服那件事 我一定要做運動什麼 其實是一個自己的鬥志 ord覺醒خ